三峡大坝开裂 为稳固三峡大坝征用方圆几百里的粉煤灰 第一次发现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是在2000年 当时的三峡大坝已经运行使用了6年 就在这短短的6年时间 三峡大坝就攒了2000多条裂纹 当时的裂纹还比较小 每条的宽度差不多和一根针那样大 所以大家没有太在意 只是找了维修人员把这些裂缝补好 毕竟裂纹是每个大坝都会出现的 因为大坝不仅要被水冲刷俯视 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水压 而且大部分的大坝采用的材料 都是大体积的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由砂石水和外加剂混合搅拌而成 其中的外加剂就是粉煤灰 粉煤灰是火电厂燃烧煤粉时得到的一种灰渣 起初粉煤灰都是运用到农业领域 因为粉煤灰可以改良土壤 改善土壤养分的流失 但是后来美国最先发现粉煤灰 可以运用到建筑行业 尤其是水利工程行业 粉煤灰对建筑大坝有独特的作用 至此粉煤灰正是从一个肥料 变成了一个建筑材料 粉煤灰也成功地走上了供不应求的道路 那这和解决三峡大坝的裂纹有什么关系呢 别急 我们下面就要讲了 三峡大坝所用的混凝土 在硬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热量 混凝土会出现热胀冷缩的情况 而且混凝土还是一个散热脉的固体 所以混凝土的内外温差过大 内部会因为受热而不断地膨胀 外部因为接触空气气温较低而收缩 一缩一丈就导致混凝土的内部 撑开混凝土的表面 使表面出现裂纹 而且我们修复裂纹时 使用的也是这种混凝土 我们需要解决混凝土硬化过程中裂纹的状况 不然我们就是用一个裂纹 补另一个裂纹 相当于白干一场 目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国内有两类解决办法 第一类是物理办法 这类办法中三种具体方法 一是在温度比较冷的季节搅拌混凝土 二是给混凝土内部插上水管 利用水管实现热量交换进行降温 三是给材料中加点冰沙来进行降温 第二类解决办法就是化学办法 就是改变混凝土的配方 也就是在混凝土中加入粉煤灰了 粉煤灰减少混凝土热化现象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三峡大坝修复 需要用到大量的粉煤灰的原因 但是由于运输粉煤灰会产生大量的阳尘 这些阳尘会污染大气 为了保护大气 再加上三峡大坝一整就是几千个裂缝 需要运输好多的粉煤灰 所以为了保护环境和节约运输成本 我们决定三峡几百公里内的粉煤灰 都用来修复三峡大坝 至此没有一个粉煤灰 是可以走出三峡大坝的 你可能就要问了 每年修复三峡大坝 需要耗费这么多的物理财力 我们为什么要修复它呢 当然是因为修复三峡大坝 比让三峡大坝报废更划算 不说别的 要是没有三峡大坝 你现在可能还实现不了用电自由 三峡大坝作为我国最大 乃至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大坝的供电容量 占全国供电总容量的2.5%左右 三峡大坝仅靠发电 就为我国创造了3000多亿的利润 除了发电外 三峡大坝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洪 自三峡大坝建成之后 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直线下降 此外 三峡大坝还带动了长江流域水运的发展 原来长江的部分河段非常的湍急 非常不利于船制的航行 现在有了三峡大坝之后 长江流域各城市的交流也直线上升 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其实无论是从燕子 还是从现实出发 修复三峡大坝都是百力而无一害的选择